新制电价攻势 预计在四月上路 未来将会采取浮动机制 因为近期国际天然气价格持续的走跌 预计新电价调降幅度会蛮大的 卢谷喧天初六新春开工第一天 台电好热闹 董事长黄仲秋雨一级主管开心发红包 因为台电去年营收终于翻红 终结连续八年亏损 去年我们盈余算是140亿 不过如果把90亿加回去的话 去年我们真正的盈余是230亿 那么即使是去年八月份 我们还看当年的累计 还是在亏损的状态 所以去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年 终结连续八年的亏损 立院开议新版电业法修定案 预计四月上路 未来电价计算公式将直接反映 国际燃料价格 近期天然气价格持续下跌 台电董事长黄仲秋强调 四月的电价一定降 黄仲秋表示去年12月以来 天然气价格趋跌 加上天然气有落后国际油价反映的特性 预计新电价调降幅度会蛮大的 应该会超出大家的预期 记者综合报道 电价渴望下跌 不过原本过年前因应油价下跌 国道客运业者配合政府的要求 油价全面调降了3.1% 但是最近三个礼拜以来 油价又持续上涨 几乎涨回调整的门槛 因此这20块左右的国道客运优惠 很可能近期就会取消了 打出广告国道客运大优惠 这是2月14号开始 业者配合政府要求 因应油价下跌 调降票价3.1% 让大家好过年 但不到两个礼拜 优惠可能又要取消了 因为柴油最近三个礼拜 几乎又涨回到23.5元的门槛 未来如果说油价回到23.5以上 那这个阶段性的措施 就这个种子适用 这个业者还是必须要在这个 法定的这个费率上线下面 来做一个这个考量 以台北到高雄为例 2月14号之后 国光从530元降到514 降了16块 统联跟Aloha分别降了20 即28元 是否调回14号之前的票价 客运工会将开会讨论 不过对于十几20块的涨幅 消费者普遍觉得差别不大 这个20块成本我是觉得可以 因为其实比起其他的运出方式的话 我觉得这还是蛮比较便宜的大车方式 国际的快 那我们常常是慢半排 可是这样可能就动作很快 那这样就缓缓来 也有消费者认为 虽然票价差别不大 但应该要因应油价的涨跌 更及时反应 对此公路总局表示 未来将直接检讨国道客运的18项成本 但因为油价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 如果算尽人事营运等上涨的成本 恐怕票价调整的空间不大 记者林整午 郭俊玲 台北报道 根据机关署最新统计 从大年初一到大年初四 全台急诊腹泻的病例 每天都超过了8000人次 不仅比去年春节同期增加了一到两成 也创下历史新高纪录 因此特别提醒民众 一定要勤洗手才能够避免遭到感染 农历春节过后开工第一天 各大医院几乎人满为患 而且大多是因为腹泻肠胃研究医 医师表示 冬天本来就是轮撞和怒罗病毒的 好发季节 尤其是怒罗病毒 在上肚下泻停止后的二到四周之内 患者仍具有传染力 所以常常是家中一人染病 全家都遭感染 它的传染途径非常有效率 它可以经过飞沫传染 它可以经过接触传染 它也可以经过人跟人直接传染 也可以经过食物传染 所以它传染是非常有效率的 一个病人可以感染20个新病人 而根据机关署最新统计 今年农历春节 全台急诊收治病例 在除夕为5400多人 但是隔天大年初一 就冲破8000人次大关 一直到初四 每天都有超过8000人次急诊 不仅比去年春节同期增加一到两成 也创下历史新高记录 去年流行的是G2.4跟G2.6 大概一半 去年年底开始发现有G2.17 年初也是G2.17 所以看起来是有一个新的行别在流行 机关署强调去年底开始流行的这种新型 诺罗病毒和其他行别一样 都会出现腹泻发烧等症状 一般干洗手或酒精对诺罗病毒完全没有防疫效果 因此提起民众一定要勤洗手保持良好卫生习惯 才能避免避免遭到感染 记者拉属民蒋龙翔台报道 松山机场护运站首度发现有民众托运火蟒蛇 一名在澎湖念书的大学生为了要带宠物蟒蛇去澎湖毕业旅行 以礼盒的名义委托宅机便以空运来运送 索性在安检时被航警给拦截下来 蟒蛇才没有登上飞机 航警用X光机安检 发现松山机场货运站这个箱子不太寻常 打开一看里面真的是一条活生生的大蟒蛇 一位阳性大学生以礼盒的名义寄送宅机便 透过利用航空的货运要送去澎湖 礼盒里的这条球蟒差点就搭上早班的飞机 体长大概一公尺宽大概十公分 它总重量精秤的结果是2.5公斤左右 航警局表示接获托运球蟒还是松山机场 头一遭经过确认球蟒没有毒 也不算是保育类动物因此不需要罚款 只算是航空公司拒绝载运的范围 因此已经将球蟒退回 而托运的阳性大学生表示 他只是想带宠物去澎湖旅行 我就想我快毕业了 他没来过澎湖就带他来看看嘛 然后我一旦要环岛过了 阳性大学生表示既然无法空运 他将考虑以海运的方式 带宠物蛇去澎湖旅行 航警局提醒民众 各航空公司的托运虽然各有规定 但活生生的蛇 蜀蜥蜴蟀蟀猴子鹦鹉等 都是拒绝载运的 记者林正午郭俊林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